下面我们来关心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电力需求的增长 亚洲在今后20年里预计将增加约100台核电机组 据了解核电建设主要是中国、印度和韩国占新建计划的九成 消息称根据各国能源计划 中国在2020年之前将新建56台机组 发电能力将达到8000万千瓦 增加到现在的九倍 在总发电量当中 核电所占的比重要从目前的约1%提高到10% 据相关媒体披露说 大部分新增的发电量都是在新兴经济体当中 太阳能和风力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很高 而且以目前的技术难以实现稳定发电 专家认为以较少燃料实现大规模发电的核电站 对新兴经济体来说